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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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更是马明宇的必修课 职业球员对于总彩比赛有着天然的优势 对于比赛的理解是一般球迷 彩民所不具备的 超强的阅读比赛的能力也使得马明宇 对于总彩比赛的预测十分准确 这一点看看红彩其他职业球员的表现就显而易见了 足彩以盈利为首要目的 此前的红彩专家范志毅作为全国脚 成功变为竞彩大身 就是符合竞彩中基本面的把握 范志导在红彩曾创造了史莲宏的个人好成绩 这波史莲宏最高可盈利65倍 收益惊人 作为职业球员 范志一具有先天优势 对比赛深刻的理解 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马明宇成为中国一甲第一人马明宇入中红彩后手单 做出了免费推荐 并准确命中高培 我们来看看02世界杯 国组队长是如何分析重点比赛的 方艺红彩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马明宇 非常开心能够加入网易红彩平台 来和大家一起分析比赛 本周末印钞和法甲开展 随后西甲 一甲和德甲等联赛相继展开 我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相关场次的看法 今天先和大家分析一场新赛季英潮赛事 曼联主场对阵来切次测的比赛 曼联受到世界杯的影响 多名主力没有参加夏天的热胜赛 上周末的热身赛中曼联0比1输给半人 比赛中曼联基本派上了最强阵容 但是伯格巴 卢卡库和菲兰尼等球员依然缺席热身赛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赵曼联名球员在本场比赛手法的可能性很小 即使出场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状态也很难预料 夏季转会中 曼联引进了巴西中产弗雷德 并引进了后外达洛特和门将格兰特 从影员情况来看 曼联对于前场的补强力度有限 本赛季曼联中前场依然还是需要依靠 卢卡库、拉什福德、方契斯和林加德 不过卢卡库和林加德缺席了夏季热身赛 他们的状态很难保障 另外 戴利在与拜仁的热身赛中受伤 马蒂奇和罗霍在本场比赛中也出战成疑 对于曼联的实力造成不少的影响 马明宇先是重点分析了曼联的基本情况 关键信息把握准确直击要害 接下来马明宇还分析了莱斯特的情况 莱切斯特仍在夏季转会 将马和雷斯迈到曼城 并且对位引进了摩内阁边风加扎尔 实力并没有太多下降 夏季被占期 莱切斯特二胜两平一负 状态比较稳定 基于关键信息的整合以及分析 马明宇给出自己的结论 莫里尼奥的执教风格相对保守 本场比赛曼联阵中不算完整 莫里尼奥或许会采取比较务实的方式进行比赛 如果曼联在比赛中领先 他们或许会全力保住圣果 对于莱切斯特城来说 首战能够从曼联身上带走一分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场比赛来切斯特的战术也不会太激进 这场比赛 我认为曼联最多小胜收官 最终的结果正如马明宇预测的一样 曼联一球 天上不会掉馅饼 更不会掉钱 靠近彩挣钱纯粹是个技术活 需要耗费大量的鲜血收集信息并计算推演 做不到这点自然经常输钱 红彩汇聚国技术潭智星 全国脚在内中多业内大神 并有两款人工智能产品作为辅助研究 通过数据模型计算推演 从众多的比赛中调出最合理的比赛组合 从这点上来说 关注红彩 将精彩变理财 能够稳定提高足彩收益 周末比赛怎么买 赶紧上网易红彩看看吧